焖肉的做法成百上千 今天铁头来分享一款 我家老婆最爱吃的油豆腐木耳焖肉分享给大家 先把这些木耳拿去给泡上 把木耳放到大碗中 加入清水 再来上一小勺盐给它撒撒均 接着来把五花肉给清洗干净 今天这块肉花了15块钱 一斤半 用来焖非常漂亮 三肥七皱 洗剂后稍微把水分给挤一挤 稍微厚了一些 先把它对半切开 再切成小块 切好直接拿去炒它 热锅下油 先把肉给炒香 肉下锅后 我们不要急着去翻动它 要不然它会粘锅 一面煎就定前后 就可以给它反面了 记得好像每次我做焖肉 都会有好多网友问我 怎么不下大料 不会腥吗 这就是各地的口味了 我们这里把肉炒香了 下广东鱼酒 细心就可以了 好 已经煎炒至开始冒出油了 现在给它淋上两天的白鸡 细心翻炒给它炒香 炒出香味后 给它淋上两天的生抽 一点点的老抽调色 适量的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 给它翻炒均匀 把酱香味给炒出来 炒香后马上淋入开水 水晾干锅面就可以了 现在的肉说实话 真的不需要焖太久 把锅盖盖上 转中小火给它焖上半个钟 焖肉的时间 把泡发好的木耳给清洗干净 木耳的地要给它盯一掉不要 木耳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据说可以跟动物相媲美 摘洗好的木耳先放一边盆 鸡车把油豆腐给抓洗一下 把残留的油给它抓出来 抓洗好把水泵挤干 放一边备油 好 时间差不多了 焖了半个钟 肉的口感就变糯了 喜欢吃软辣一点的 可以继续焖久一点 现在把木耳和油豆腐给加进去 给它翻拌一下 木耳和油豆腐都不需要焖太久的 油五分钟就够了 翻半分钟以后再次盖上锅盖 去熄焖多五分钟 好了 时间移动 满满的食欲 汁水刚好收干了 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美味的客家菜 油豆腐木耳焖肉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肥而不腻 咸香远落 木耳爽口弹牙 油豆腐吸收了汁水咬上一口满嘴流香 喜欢客家菜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 你吃了土耳会有豆腐吗 好像一三嘴 爸爸好香啊 爸爸香还是豆腐香 爸爸明天能不能再做呀 明天又做明天不做了 为什么 今天是不会腻的 不过吃一颗海鲜 那吃多一个就好了 被你吃了一半 还是 Est伤员的 无侯 好喜欢 Style 石芹 洗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